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土杰 歡迎來到迷路圖書館 在農曆新年過之後的第一支說書影片 也為大家帶來的是 六分鐘日記簡單的書寫 改變你一生的魔法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在過完年之後呢 就會寫下露露等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今年呢一定可以達成目標 所以接下來要跟大家推薦的這一本書呢 我覺得就算是一本工具書吧 能夠幫助你在今年度 好好穩定的朝你的目標邁進 並且去找到生活之中 值得你開心跟快樂的那些小確幸 那這本書呢所謂的六分鐘到底是哪六分鐘 也就是希望你早上起床 花三分鐘的時間寫日記 晚上睡覺之前的三分鐘 短短的時間去找出你人生的一些脈絡 這本書的作者呢是來自德國 他其實透過他的觀察發現 人呢其實在不斷的演化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大腦因為要抵禦一些 像是大自然以及野獸的一些災害挑戰跟抵抗 所以我們會很習慣從所謂的壞經驗裡面 去獲取我們的人生智慧 可是我們常常會忽略那些好的經驗值 或是發生的好事 但事實上可以從他們身上 也可以學到很多對於你生活中很棒的一些小思維 所以這一本書呢 除了薄薄告訴你怎麼樣寫日記的交戰手折之外呢 還附上了厚厚的一本 真的要讓你實際上面來寫寫日記 因為他認為我們人哪是適合知道怎麼樣地生存下去 可是卻不擅長怎麼樣地找到自己的目標跟自己的快樂 那實際上面來說呢 這一本其實我在2018年的11月底的時候我就拿到它了 我寫了兩個月的時間實際的實驗之後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魔法召喚呢 其實這一本書每天的時候它都會給你一些固定的問題 然後來幫助你去想一想這一天到底實際發生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有哪些事值得被記下來呢 在早上起床的時候你要寫下你很感恩的三件事 你要讓這一天變得很棒的方法 正向的自我肯定 以及在晚上睡覺前的三分鐘 你要寫下我今天做了一件什麼樣子的好事 我要如何去做改善 以及我今天經歷的美好事物以及幸福時刻是哪一些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我自己其實有寫日記的習慣 像我之前也會有 就是找這種空白的筆記本 然後我會在裡面貼上我去了哪裡 比如說我有些票根 然後我會在裡面很單純的用文字寫下來 我到底那天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但我自己在寫的這兩個月的過程之中 我發現它是會幫助我問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在空白的筆記本上面 你是不懂得所謂不斷的跟自己對話 跟不斷的問自己問題 因為常常我們人會很懶惰 你在寫日記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是在思索這一整天發生的事情 你可能是純流水這樣的記下來 但你不太會去深深的去思考說 你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你做這個決策的思維是什麼 而這一本書其實就是在教會 怎麼樣子問正確的問題 來讓自己每一天都能夠有所成長 除了每日的問題之外呢 它每一週也都會問一些 會讓你想很久的事情 你當前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想像那不是你的憂慮 而是你好朋友的憂慮 你會給他什麼樣子的建議 如果你回到過去的話 你會有時間 跟10年前的自己說30秒的話 你會給過去的自己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它每個禮拜 也就是寫了七天日記之後呢 都會有這些不一樣的題目 我自己曾經遇到一題 我自己真的是停下來了 他問我說 他覺得我人生到目前為止 最好的五個朋友是誰 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朋友很多的人 這題題目對我來說應該不會太難 可是要怎麼樣子去抽絲剝繭 決定誰是Top5 我就想了非常的久 而且我想出來之後 他下面還有一些衍生問題 我就真的打了電話給 在我名單上面的那個朋友 好好地跟他聊了天 非常感謝他給我的一些鼓勵 他下面有一件事情是說 你的好朋友有沒有對你曾經說過 什麼樣子的話 讓你人生之中一直寄到現在 而且非常的感動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就只是一些 枝微末節的一些小事情 可是當你去回想的時候 我覺得人生會不斷的充滿 可以往前的一些正能量 那就是我在這兩個月寫日記的過程中 我自己小小的一些收穫 那其實我覺得寫日記本身很痛苦 尤其我自己其實 雖然平常有在寫日記 可是我不是真的很勤勞 我每天都一定會寫 我自己像這一次在寫的時候 我有的時候 就上面真的有空白的 因為早上起來真的很痛苦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 有時候時間是來不及了 我那天早上就會空白 那我覺得我是對自己很老實的一個人 也就是在寫日記的過程之中 我會盡量忠實的去寫下 而不會去掩飾一些什麼樣子的事情 忘記了就是忘記了 那我會在隔天希望能夠自己改善的事情 是希望能夠繼續堅持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在這本書裡面其實有提到說 意志力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樣來的 其實我們每天要再去做決策 跟做一個新的決定的時候 都是非常耗費腦力的一件事 所以透過這一本日記 可以不斷的去梳理你心裡的那些頭髮 不是外面的這一些 它就像是電棒捲一樣 每天都幫你這樣子夾著夾著夾著 讓你越摸越順 你會越來越了解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在什麼樣的時刻會面臨什麼樣子的決策點 或是什麼樣的事情會讓你炸毛 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更了解你自己 你就能夠對向你的目標 或者是你未來想要成為的人 你會更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而且會知道你自己要面臨到 什麼樣子的挑戰 你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 在這本日記裡面 除了自省之外 我覺得還有第二個是最棒的 就所謂的學習感恩 這個感恩不論是對別人感恩 同時也是對你自己感恩 其實每個人每一天在生活之中 已經非常非常努力了 偶爾也要回頭去看看自己 到底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也是很值得 你為自己好好的做一些喝采 其實在這本日記裡面 除了學習到怎麼樣有往之前之外 也知道了怎麼樣把時間 留給自己 像我現在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時間 三分鐘 晚上睡覺之前三分鐘 好好去想想自己這一天 裡面到底做了一些什麼樣子的事情 還有那些活在我生命之中的這些人 謝謝你為我帶來了這一些不一樣的行事 當然同時之間也包含著現在正在看這一支影片的你 謝謝你讓我有這些動力 繼續把這個YouTube的影片完成 希望新的一年我們能夠繼續奮戰下去 帶來更多更棒的影片給大家 很多人說到底寫日記的習慣到底要多久才可以養成呢 在這本書裡面告訴你的是66天 只要你可以完成這66天的挑戰 你其實已經邁上了一個不一樣的日記 在很早以前是你造就了習慣 而未來的你是習慣造就了不一樣的未來 希望這本書都可以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單元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都可以找到我的中基圖結 一起筆錄旅行 筆錄圖書館我下次再見囉 掰掰